如果你只講M的話就不對了 他就看MG了 他手的是重力嘛 我們不能像佳儂一樣 我們要說出答案 而且還要解釋 這一題不是我們一樣的重點 我們要回來我們講反應的這一次 好不好 開空站 有人表示不好 我跟小站 喔 對了 那是什麼啊 等一下欠了 開空站 你這畫給上次差多了 隨便畫 沒那麼多時間 他把攝影機往這邊丟出去 他用多少力量丟出去 石牛盾 用石牛盾的力丟出去 五個小人 我說這個人 他的質量多少 他加上裝備 五個小人 120多少公斤 他丟出去這個攝影機的重量多少 400克 0.4公斤 對不對 對啊 好 那他距離這邊是多遠 300公斤 300公斤 還有條件是什麼 丟0.2秒 好他丟的石的力是用0.2秒的時間 好 這樣條件夠不夠了 夠夠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到底怎麼算 五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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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算 誰用怎麼算 用紙筆算 紙筆算 好來 沒有用紙筆我們用紙筆 可不可以 好 來怎麼算 S 5 怎麼算 I forgot 他的加速度 加速度 誰的加速度 那個 人 人的加速度怎麼算 人的加速度怎麼算 人的加速度嗎 等於什麼 120 120 120是質量 120是質量 A嘛 對不對 石牛頓是什麼 石牛頓就石牛頓 我說那個石牛頓算 是什麼東西 石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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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A等於什麼 A等於12分之1 12分之1 好 3為什麼 m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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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知道加速度了 我可以知道 我這0.2秒之後 我等的速度是多少 啊 就把12分之1 乘以0.2 OK 所以 v等於什麼 at m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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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的加速度等於7分之1 v 就是單位時間的速度變化量 對不對 如果你要加V 還可以 單位時間的 對 7到0.2 那我單位時間是0.2秒 我的V是多少 我還不知道 所以是不是0.2乘上我的加速度 我就知道我的速度是多少 我的速度變化是多少 這樣問題 好 好 等於什麼 是2 怎麼樣 你的 你的 我們的加速度是不是等於什麼 時間變化量 分之速度變化量 有 好了 時間變化量多少 是不是0.2秒 0.2秒 對 0.2秒 0.2秒是一開始的設定 我一開始的設定 我最終時間需要0.2秒 好 需要0.2秒 可是我的速度是多少 變化多少 不知道 但是我現在想求墨速 我後來的速度 減掉初速是多少 初速是多少 初速0.2 初速0.2 初速是0.2哪邊來的 初速沒有 初速沒有 我會想 初速多少 初速是0 對不對 所以是等於0.2分之V 對不對 A等於0.2分之V 那A是多少 A是剛好那邊算出來的 A是12分之V 所以 V等於什麼 V等於0.2 乘上A 12分之V A 對不對 那是不是跟這個意思一樣的意思 0.2T嘛 A是加速度嘛 對 這樣問題 對 好 所以我們的 加速度是12分之V 時間多少 0.2 0.25分之1 對不對 所以等於什麼 60分之1 60分之1 我這邊 我不建議各位 就直接把那個算式算出來 有些人一開始算到12分之1 一開始算12分之1 0.8 多多多多多多多 那也是很花時間的 不要這樣做 你先維持一個分數 說明後面就直接可以約掉 12分之1 12分之1 那12分之1是速度啊 是每秒每秒 我們這邊移動的速度 我們知道了 對不對 單位是什麼 單位是什麼 每秒公尺 每秒公尺 大概速度 速度嘛 每秒公尺 好 我現在距離是300公尺 我速度知道了 那我需要的時間是多少 好算 300 300 300 成距離 誰成距離 那個速度成距離 來看一下 速度等於什麼 如果就 60分之1 停 速度是等於 時間變化量分之距離變化量 對 對不對 好了 這邊的距離是多少 距離是600 應該是 那我們現在是時間 距離除上它的速度 距離除上它的速度 距離除上速度 沒錯 我們現在想要知道時間 所以是不是推的ΔT 會等於什麼 V分之ΔS 這個問題 這只是數學 從這邊 推到這邊來 沒有問題 那我們的ΔT 多少 不知道 ΔT 速度多少 速度60分之1 1 距離呢 300 所以等於什麼 300 X60 什麼問題 沒有 等於 18 18 18000 這是單位是什麼 單位是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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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定嗎 對 所以等於什麼 3 我們足以60的話 足以60 300 300 單位是什麼 300個 1分鐘 等於什麼 那足以60 5 5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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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算對了 這裡 黃 陳鈺 陳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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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淵 好 沒有 我的漢堡 沒有算都沒有算 好 加油 這題沒有問題了吧 等一下 超加紅 兩量 跟兩型 什麼 什麼 沒有 三半 好 所以 作用力 反作用力大部分時候應用在 就是 目前我們比較常應用在 像火箭啊 或者是像 像 它什麼地方應用作用力反作用力 游泳 游泳 游泳也是作用力反作用力 我向後把水推開 我忍就會向前進 因為我在推水的過程當中 水在推動 所以這過程就會向前進 跑步也是多 跑步也是多 跑步的時候是腳 向地板 施力 所以地板推都有前進 什麼 任何移動 任何移動都是 打擊 基本上是沒有錯 大部分我們看 自然動作用力運動到 中力反作用力的 時間 機會非常多 好 那我們來講這個 原動運動的部分 原動運動我們現在 先稍微給它自己一下 好 我現在 再來 我現在 再來 重的東西 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重的 我 你太重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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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有那個 好 這個 對 我譬如說 我就要讓它旋轉 旋轉過程當中 你看它成為原動運動 好 就是過程當中 為什麼它形成一個原動運動 因為它每個時間 運動方向都在改變 對 它為什麼會改變 因為有個力要讓它往中間 所以 你看 它往這個方向移動的時候 它收了一個力 是往垂直方向拉 所以我們講了 垂直方向的力 可以讓它改變什麼 改變方向 改變方向 對 所以它移動到這裡來的 移動到這邊來的 它一樣是 它從這邊改變到這邊 可以改變到這邊的時候 一樣是受到一個 原型方向的一個拉力 又讓它改變方向 所以它改變在這裡 所以它這樣 運動的時候 它已經受到一個 垂直方向的一個拉力 居改變方向 所以永遠 它就受到一個 原型方向的一個 拉力在作用 這個拉力呢 永遠 維持於它的運動方向 對不對 永遠垂直運動方向 那我們講 垂直運動方向的力 可以讓它改變方向 所以 當它形成一個 圓周運動的時候 圓周 圓心 會對圓周的每個點 上的運動 形成一個拉力 那我們知道 這邊的運動方向 對它就是成久的度 這邊的運動方向 對它就是成久的度 所以我一直有個 力量往圓心來拉 所以會促使它 一直不斷的形成一個 運動方向來的方向 的力 運動 這叫做圓周運動 那這個力呢 一定要向心力 好 那我們用這個來解釋 為什麼 月亮再到地球轉 會掉到地球上面來 為什麼 或者是我們現在 太空中有很多人到衛星 或者像我們剛剛講的太空站 太空站 到地球轉 為什麼太空站 不會掉到地球上面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有在 它有在 形成圓鬥運動 它現在有一個圓鬥運動 為什麼它可以形成圓鬥運動 它一樣是 在往前移動 然後因為 地球給它向心力 所以它也會改變動 它一直都要去 所以 我們通常先不講離心力 離心力 離心力是用想像力 在裡面的人會感到一個離心力 但是離心力是想像力 它本來 這個太空站也是 假設這是地球 這個太空站它是往這邊移動的 但是地球給它一個重力 有一個萬有力吸著它 所以迫使它 改變運動方向 只是很剛好的是 它的距離跟它的速度 要維持這個速度 所需要的 所需要的向心力 下好這個重力 所以它一直不斷的運動 它就不會跑掉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嗎 越遠的 越遠的 是轉速越快 還是越近的轉速越快 越近的轉速越快 好 你們想像一下 假設 我們用這個繩子 我要維持 而且你們感受一下 我如果要這麼遠的 我身上中間所需要的力很新 我所需要力很新 我就維持它越多運動 可是我如果縮短的時候 像你所需要的力越來越少 越來越大 你看我們越遠的時候 這距離是越遠越遠 所以你所能施引它的這個 向心力是大於小 是小的 可是這時候你速度太高 它就非常的 所以速度才會是 比較慢的速度 就維持一個向心速度 圓頭運動 好 我們未來會等它高中 就可以計算說 到底這個速度需要多少 剛好可以維持它的向心力 所以這就是 在發射人到衛星的時候 你需要去運算 需要去計算 它剛好可以飛到軌道 它可以繞地圖旋轉 太空站呢 目前大概每45分鐘到地球一周 它非常快的到地球一周 那像我現在常常用的 衛星有一種叫做GPS 知道嗎 GPS GPS的衛星 是一種什麼樣的衛星 人造衛星 都是人造衛星 但是這個衛星有很特別的定位 它的特別點在定位 另外定位沒有錯 定位用的衛星 怎麼樣才能夠定位 請問一下 為什麼沒有給我 看一下 定位用的衛星 我們現在要定位 它必須怎麼樣才能夠定位 坐標 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人滑船出去 結果他的刀子掉了 他就 因為他沒有裝備可以下來潛水 他在傳他刻個刻畫 刻木球 他有個 不管哪個木頭 哪個 另外一個東西 就在船邊刻個畫 刻頭球箭 刻頭球箭 他就刻一條線說 我的箭掉在這裡 所以他回去找人 會有用的來撿 你把箭 他就船又開回去 再船開回來 你箭掉這樣 我箭掉又有在旁邊畫畫了 所以我的箭就掉在這裡 這樣找到箭嗎 為什麼 因為他船在移動 所以你要定位 他不能動 他不能動 你那個標準是不能動 這個坐標準是不能動的 對不對 你的參考 對 白癡 很多人都這樣 很多人都這樣 我只是舉個例 好 這個是歷史上的例子 但是事實上 我們有時候 反觀到我們自己的現實 很多人這樣做 所以這個坐標 潛體是不能動 潛體是不能動 你怎麼在地球的外面放衛星 然後他不能動 簡單 怎麼做 衛星跟著一起動 衛星跟著一起動 跟地球 跟地球一起動 所以他衛星到地球的時間怎麼算 是多久一周 多久一周 對 一天 二十小時一周 所以這個衛星 飄在地球的上方 他到地球一周的時間 下五點二十小時 所以相對來講 這個衛星在地球的上方 是不是不會動 等一下 那衛星他 動的時候 他需要 施放能量嗎 不用 為什麼需要 不用 可是他這樣衛星 應該會不會有時間去嗎 不會啊 因為他就平衡了嘛 他維持一個慣性運動 可是 我跟你講 因為假設沒有地球的話 這個衛星就飛走了 可是恰好我們地球的引力 讓他可以改變地中方向 那怎麼那麼剛好 就是可以這麼剛好 你要計算啊 然後要抓到那個點 事實上宇宙中間很多是剛好的 比如說像哈雷 哈雷彙星 哈雷彙星 繞著 譬如這是太陽好了 我們九大星星幾乎以 遠銅勳的方向繞著太陽才轉對不對 對 哈雷彙星是這樣子的 再轉 哈雷彙星到一周大概要76年吧 那 就有人在猜說 哈雷彙星 可能是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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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宇宙中來了一顆星球 它被太陽吸 所以它裏身上朝太陽直劍前進嘛 但是沒有那麼剛好 所以它就沿著太陽邊邊切進去 就繞出來了 可是繞出來之後呢 它就被吸進去嘛 吸進去但是 就像是你們投籃有沒有 要洗完 投籃到爛框 你切到旁邊的時候那個 籃口是轉了一圈 就跑掉了 意思是一樣的 它就是本來是要朝來爛框前進 可是它沒有打到爛框中間 它打到爛框本身 所以繞了一圈就彈出來了 這就彈出來了 那彈出來之後呢 太陽還是有吸引力啊 所以它繞到沒力的時候 就開始往太陽關鍵前進 所以它一周就這樣 這麼長一周 其實就是宇宙 那宇宙為什麼這麼剛好 宇宙來的一個星星 就變成被太陽抓住了 所以那個星星可能會撞到其他星球 有可能 有可能 那它就這樣繞得太陽抓 宇宙通常就這麼多有趣的星星 就是剛好 就這麼剛好 那會不會是另外一顆星星在吸引 有可能 這有可能 可是這個可能很遠的地方 我們現在目前還觀察不到 應該也沒有觀察到 76年實際上也觀察不到 因為它一周76年 因為它走一半的時間才35年 35光年的時間 它運動35年 而且這是實際上運動 所以它距離很近 它每到真的非常遠 它可能只比太陽氣再大一點點 所以假如這邊還有一個彈性的話 腳就被觀察到了 它實際上是沒有的 好 實際上是沒有的 OK 啊 黑洞啊 應該是沒有 黑洞 黑洞是這樣 黑洞一定會把星星進去 黑洞也不一定會把星星進去 黑洞只是一個 一個空間這麼齊一點 它因為它體積很小 但是迷路很大 所以相對來講 它的引力又很強 但是引力很強 是你必須朝著它前進 才能夠被吸進去 假設你一樣是 從旁邊經過的話 應該就是繞一圈回來的 因為如果在外面更好的 可以到 一樣它不會吸進去 它就是會繞過去而已 可是應該是沒有黑洞 因為如果黑洞 是觀察得到的 因為在 你想在空間中 它就會有形成一個叫做 X二線 一個是有X二線的關係 或者是 這邊就會有看到一些 就是所有地方 光線會繞區 你比如說遠方的光線會被 不是這樣 遠方的光線會被折彎 它就有透明的功能 但基本上應該是沒有 因為有一個黑洞的話 它引力是很大的 引力比我大 黑洞引力比我大 黑洞引力比我大 黑洞引力 好 嚴格來講 像地球 地球這麼大一個地球 所需要的質量 都把它縮成像 把地球整個體積 縮到跟籃球一樣的話 我們可能會是黑洞 所以黑洞只是說 因為它體積很小 它的具有質量很大 所以它這邊就形成一個 一個黑洞 因為它的 它就是 一樣是有光遠地 引力 只是它的樣子很小 但其實它引力很大 沒有錯 我們不是Fm G R平方 大M小M嗎 這個東西 這是光遠地 在課本上有的 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R配洞是黑色的 因為光線進去就出不來 所以你看到它沒有光線 就覺得它是黑色的 在學習單的第七頁 就要你最後一題就要你寫 萬宇林公式 它根本上有 基本上萬宇林 是跟你我之間的質量成正比 所以它就放分子 它跟我們的距離平方成反比 你距離越遠 你的引力越小 所以假如把這距離 變得很小很小的時候 假如只有 像地球這麼大一個質量 可是它的 它的距離不是 像我們現在距離多少 地球也是一定是多少 地球直徑大概是 1.2萬公里 對不對 以後半徑大概是6000公里 好 那假如這個6000公里 縮小成6公分呢 引力會這樣幾倍 好 從6000公里來算 6000是多少 6000公里 再做三個體 變成6公分 是不是 0.06 20百萬千萬千萬一億 也就 假設地球的直徑縮小成6公分 我們在地球表面所受到引力 是我們目前所感受到引力的幾倍 1億倍 1億倍 就直接收縮了 所以你有這麼大的引力的情況之下 所有東西都收縮了 但是點子就叫黑洞 所以當時在做所謂的 搶起變動機在做的時候 結果有人說 你這樣會做什麼微型黑洞 有 有人說會擔心 不會 沒有 那只擔心 好 OK OK 好 所以 要做所有的行程 東西 就吸東西 結果有人擔心說 所有東西都放裡面吸啊 就是你家裡放 就不需要買吸塵器的意思 那已經不是在吸塵了 那已經不在吸塵了 沒有啦 不會啦 好 所以我們要發射灰性不是很難 現在目前還不是很難 但我們自己做不到 我們說很難 好像真的沒那麼難 真的沒那麼難 就是說現在 在歐洲他們有一群民間的 民間科學家 他們就認為說 不管是NASA 或是歐洲太空中 都是惡作 他們都花很多錢去做一些 發射灰性的一個動作 花太多錢太浪費了 所以他們就說 我們可以用更平的方式去 去發展火箭 可以用更平的方式去發展衛星 3D那是一個做法 那是現在的做法 它只是說用3D去實現 開始旅行 但是不是用3D去做出一個 開空的人潰衛星 那目前來講 他們也確實成功了 他們現在也開始 那個 這個民間的 民間太空中心 也在幫 已經在幫 發展微型的 而且它用成本 是NASA的十分機的價格 我們要便宜的方式去處理 燒錢喔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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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作運動沒有問題吧 好 所以 我們來講一下 呃 這個 R平方 R字跟R平方成本比 這部分有問題 上一個我們有照片一下 你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好 我們要兩個固體 在宇宙中 它就鼻子吸引 因為它有質量 好 鼻子的質量 比較不像吸引 那我們講在宇宙中的意思是說 旁邊沒有別的星球 所以它就是鼻子會不像吸引 可是吸引力大不大 這吸引力大不大 還好 卡車吸引力基本上不是很大 假設質量非常小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嗎 這個每個物質 這個M裡面呢 它肯定有非常小的物質 都組合成 它有非常小的物質都組成 這個小M也是一樣 非常小的物質都組成 這樣這個物質就是原子 你可以這樣 就是原子 我這邊原子 對它一個原子 有個吸引力吧 如果兩個原子 是不是對它有兩倍的吸引力 如果三倍的原子 是不是三倍的吸引力 所以這個原格來講 是跟我的質量會成正比 因為質量越大 表示你體內的原子量越多 原子數越多 原子的數量越多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 我的質量越大了 我對另外物體的吸引力就越大 所以我的力量呢 是正比 我的質量 也正比另外一個質量 是不是 所以 牛頓 認為我的外偶引力 正比於兩者之間的質量 然後呢 再想個事情 我如果這個物體 靠的比較近 是比較容易被吸引 還是靠的遠 比較容易被吸引 靠的近 容易被吸引 你想想看 假設我現在這個物體 的吸引力是這樣 我這個物體 我這個物體 可以拉著它的力量 是從四面霸套拉它 我的吸引力是四面霸套 所以我去拉它的時候呢 這個距離 跟這距離 為什麼關係 我這種 可是它跟平方層斷比 為什麼 你想想看 我這邊畫的太小 你要畫大一點 你看 我 我這個點 我把M變成一個點 我 浮射出去的能量 就吸引力量 那個吸引的力量 跟 這是一倍的距離 跟兩倍的距離 來比較的時候 這個長度也是 1比2 這是相似面積 相似三角度 沒有問題 對 可是它不是 線性關係 它是個面積關係 可以想像嗎 這是一個球面關係 我這個距離 我是投射出去320度 上下投射 就325度 因為我投射出去 這個面積 在原來的距離 是投射出去 那個面積會變得大 對 是吧 所以 我這個面積比 跟這個面積的關係多少 這個距離講是1比2的話 這個面積跟這個面積比是多少 1比2 1比4 1比4吧 對不對 是不是這邊是 這個面積是 2乘2 2乘4 這個面積是1乘1 就是一樣 所以面積1比4 1比4 也就是什麼 假設我從這邊 放出一堆繩子的時候 我到這邊的密度 已經降低了原來的4分之1而已 可以感受得到嗎 可以 可以嗎 所以這個密度 是不是相當於是 我已經分散掉了 也就是我的是跟我的平方乘 反比 我的距離越遠的時候 假設又多一對距離 我這分散的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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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小 對 所以它跟它的距離的平方乘百比 對 是 R平方分之1 對 可是我們既然用這一正比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在一起 等於什麼 某個東西 乘上 大M 小M 乘上R平方 這某個東西是什麼 我要想要取得 G G 現在用G加速 G 這個G比較重力加速 G叫做重力長速 G叫做重力長速 這是一個重力長速 我們不要數學 這是XY 假設X比1的時候 Y等於3 X等於2的時候 Y等於6 X等於3的時候 Y等於6 9 9 OK 我們說這是什麼關係 這個關係 是不是正比關係 這函數關係 但是是不是正比 所以正比的意思是說 我多一倍還是多一倍 我多三倍還是多三倍 這叫正比關係 這叫正比關係 在集合圖頂上 你看到畫圖頂線上 就通過圓點的一條直線 這通過圓點的一條直線 所以當我知道 Y跟X有這樣一個關係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選一個等式 Y等於AX 我要選這個等式的A等於什麼 A等於 在這邊的A等於什麼 A等於Y A等於Y X X X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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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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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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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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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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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收的底力只有向下 好了 我現在拿另外一個東西 也是500公斤 我慢慢的 我慢慢的靠過去的時候 一個從這邊靠過去 一個從這個背後靠過去 我們如果從上面看下去的話 是這樣的 這懸掛 我一個放在這裡 所以它就把它吸引過去 對不對 吸引過去的時候這會怎麼樣 應該要旋轉 是不是會旋轉 可是很可惜的是 這個旋轉的角度現在小到我們看不出來 我沒辦法去測量 所以我不知道它大概旋轉幾度 這位先生你按摩 那就想辦法站起來動一段 所以後來他就是在上面放著鏡子 然後用光天照到它 然後光天照到的時候 光會有一個影子在牆壁上 所以他轉一點點角度的時候 他的影子 這個光 在這邊點這樣 我就可以移動一個距離 光跑這個距離來 我就可以知道他轉了幾度 我說可以知道他轉了幾度 那我轉了幾度可以推測這個力有多大 這邊的吸引力有多大就可以推出來 就可以推出來 那推出來吸引力之後 我就可以去得到 這個G就可以衝出來 因為我力量知道了 距離知道了 兩個質量我知道了 我就可以穿這個G 算這個G 動不動量 這G有什麼好處 好棒 算這個G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算出地球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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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我們要算出地球的半徑不會很難 然後 地球半徑怎麼算 地球半徑是一個 譬如說地球我們知道他是圓形 球形對不對 好 那我可以在某個點上 當太陽直射的時候呢 我這邊立個桿子 它沒有影子 我往這邊走一段距離 立個桿子上面是有影子的 我就可以從這個角度知道 跟這個角度關係 因為這個影子跟這個角度是一樣的 這個角度會跟這個角度是一樣的 那我照這個距離 我知道這個影子的大小 我就可以推出地球的半徑 這樣知道意思嗎 對啊 你怎麼知道它的角度 那影子不是為了一個角度 喔 影子會 這是另外一個影子的距離嘛 這是乾的長度 不是要角度啦 不是嗎 好 那這個走的距離多遠 是不是可以量 那這個地方沒有影子 這地方有影子 表示什麼 地球是圓的嗎 地球是圓的 說 在這邊沒有影子 我走到這邊在插個桿子的時候 是最優惠的影子 對啊 對不對 對啊 OK 所以它就可以知道這個地球的大小 可是地球大小知道了 只是知道這個R 這個R知道了嗎 我的質量知道嗎 可是我不知道地球的重量 我地球重量沒辦法知道 是因為我不知道這個G多少 我現在知道G多少之後 我就可以知道地球質量應該要多少 G G就是用這個鐵球算的 用這個鐵球做的質量 OK 太陽的直徑多少 太陽的直徑多少 太陽的直徑 也測不了 可以測啊 怎麼測 因為我們跟太陽的距離知道了嗎 太陽的距離知道的話 你可以用顯微鏡去看 用望遠鏡去看太陽的 可視的範圍有多大 因為太陽實上是還蠻大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 可以用那個目測 目測 知道它的底彈 譬如你拿 你拿那個什麼 拿那個底片 吐光的底片 遮到這眼睛看 因為太陽是個圓形 對 那你可以知道那個大小 對 有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 先知道 差不多了 OK 好 這樣也怎麼回事 公困 站起來跳一跳 好了 所以圓周運動 跟那個 萬元利我們講完了 旁邊在講公 跟公利的部分 好 什麼是公呢 什麼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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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能量 什麼是公 如果你 發揮了一些能量 那你就會得到公 我如果發揮一些能量 做了一些工 就會得到能量 做了一些工 就可以得到能量 好 這東西有點不太具體 就是說我們的主持受制 不是不是朋友 你在想一下 我說你把主持受制 想清楚一點 誰做的一些工 誰得到能量 或誰消耗的能量 誰做的工 可以想清楚一點 或舉例來說 或舉例來說 舉例可能會更具體一點 舉例說明一下 這工 這跟 跟 普遍定律有關係嗎 能量普遍定律 現在講的 還跟能量普遍定律 沒有關係 好 我們先來看什麼叫公 我譬如說 想在地上打個名字 我知道怎麼舉例了 我推你就是我對你做 你說 我推你就是我對你做的工 你說 你對我做工 然後你就產生 我是產生能量 還是什麼 你就帶有能量 我就帶有能量 我本來沒有帶有能量 你就會增加能量 就增加能量 沒錯 你對我做工 我的能量就會增加 你有消耗能量還是沒有消耗能量 我有啊 你就會消耗能量 所以我們就 能量不變 你所做的工 會等於別人所得到能量 你所消耗的能量 會等於別人所得到能量 你所消耗的能量 也是等於別人得到能量 對 你所做的工 也是等於你所消耗的能量 對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功跟什麼有關係 呃 質量 呃 功跟質量 沒有關係 關子很大 對 然後給你吃的力 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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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拿一個釘子在這邊 嗯 我想把這個釘子打進去 所以 很簡單來講 我們可以拿一個石頭 放在上面 然後讓它 空掉下去 好 那我們就知道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 什麼 好 一個是M 指調 要講嗎 沒有 好 請下課 中文字幕——YK